由布老師我們就來分析 什麼樣守面向的人 婚姻生活是特別的美滿幸福 好 婚姻美滿幸福呢 我這邊把它列出四項特色來 第一項只是參考 重點是二三四 二三四要全部種才算 二三四全部種才能夠收到 特別美滿 特別美滿幸福 如果二三四沒有全種 只種了兩項或一項的話 表示夫妻之間多少有些增值 好 那我們今天就是 我們有今天來的貴賓 高大哥來做示範 看你有沒有複合二三四都種 如果沒種的話就表示要扣分 全種才能夠一百分 好 先看第一項 第一項剛剛講過只是參考 參考用首項來看 因為首項這裡有兩條線 跟我們婚姻有關的 一個就是感情線 一個就直接叫結婚線 那感情線是指男女感情 婚姻線也代表男女的交往 不一定說一定是指婚姻 男女的各方面的關係也可以這樣說 好 如果這兩條線呢 感情線結婚線都要單純不雜 就是不要亂七八糟 就表示他交往比較單純 比較簡單 不會亂來的意思 如果這邊很複雜 一些導文或者分差 就表示可能在男女的感情生活方面 比較複雜之外呢 比較精彩也可以這麼講 那這每個人多多少少有的話 那是婚前的事情我們不管 所以我講說第一項 只把它當作參考 現在重點來了是二三四 二三四要權重喔 我們看一下是要哪幾項 先從第二項開始看齊 第二項是夫妻公子女公都要平滿無瑕疵 夫妻公就是眼睛後面 子女公就是眼睛下面 他不要有什麼雜紋 剛剛講高群大哥他就沒有什麼 到現在都沒有什麼亂七八糟的雜紋 沒有字 沒有八個 感情線真的很單純 只有三條 那你也太單純也不好 你婚前總是有一些什麼色彩之類的 花花草草 我很保守 可能小草很多 我很保守 沒有關係這個多少有婚前 我現在重點一直講是二三四 那你的二就全中了 你都很好 你沒有什麼疤痕 斑 或者黑色 我們擔心這個地方部位是黑黑的 整個眼睛是黑的 那表示不要說是健康問題 也表示感情也有問題 真的 高群大哥真的六十三歲 實在是真的是很棒 你看觀眾朋友從鏡頭上看他 他有在保養 你看他的膚質 風的耶 細色也好 細色也好 對 真的細色也好 歐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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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吳美玲老師是講健康 體力方面 我現在今天的這邊不是 我這邊是講婚姻 健康當然是 我們可能沒有話說 我們現在才是講到這些 就是剛剛講的 美滿 沒有瑕疵 表示婚姻幸福 因為夫妻公是夫妻 子女公也是代表婚宴 對不對 因為婚姻好 子女公才會漂亮 好 下面看第三 第三呢當然我們的高大哥也中了 是什麼呢 天地開闊 什麼叫天地開闊 額頭就是天 下巴就是地 天地都不要這樣太窄 擠在一起 或者太小 銷售下來 因為這個天地開闊 表示他工作認真很努力 有眼光 做事情往前看 當然這種人一般來講 在人生來講 各方面都比較如意 事業 錢財 各方面都如意 當然婚姻方面也如意 婚姻方面也不錯 這這樣子 我們高大哥兩項都中了 好 第三項看有沒有中 第三項呢 我們把它列到這邊 表示更重要更重要 是什麼呢 眼症 鼻症 嘴巴症 就是正面來看 兩個左右眼睛 鼻子左右再加上嘴巴 那我們人相學有一句話叫做 有邪症看眼鼻 真假看嘴巴 就是一個有邪有症 就心會不會歪 會不會腦筋偷想別的女人 會外遇 會亂來 或者野草野花之類的 看眼睛 看鼻子 看嘴巴 那你有這樣的症的話 表示心誠意症 他會全心全意地 維護我的家庭 疼我的老婆 疼我的小孩 那當然這樣的話 就是美滿婚姻 那這話沒話講 我們的高大哥 這是完全重的 是 也就是二三四 那一 我剛剛講是參考 你有中 那是更不得了 緊上天花 沒有的話 你二三四已經是滿分了 是 另外這樣講 這一項呢 因為我們的題目是 什麼長相的人 並不是專門指男人 指女人也可以 那這樣的話 高大嫂也完全重 你注意看他的每一項 高大嫂每一項也是重 所以你們婚姻是美滿幸福 非常恭喜 那觀眾朋友 你也做參考一下 看一下你們夫妻之間的關係如何 好嗎 好嗎